Hello!很久沒拍過冷日廚房 今天想打算做一個越南的米紙卷 這些材料大部份都很健康 自己配搭了 我們現在看看這些材料 我這次選了雞胸肉、甘筍、青瓜仔 還有燈籠椒、西山菜 醬汁是日式的芝麻醬 最重要的是米紙 越南的米紙 先煮一煮水 等它滾 然後把雞胸肉洗乾淨 然後放在一邊備用 趁它正在煮水 我們先準備一些蔬菜 因為甘筍太大了 切了一半 青瓜仔切頭和切尾 然後洗乾淨這些蔬菜 好 水應該已經滾了 我們就把雞肉放進去 大火燒5分鐘 好 接著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甘筍刨一刨皮 然後全部食材都把它切開 好 先把它切開 好 現在這個時候 雞肉應該可以了 我們就把它轉為小火 然後再烤20分鐘 好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蔬菜切成一塊塊 然後再慢慢把它切成一條條絲 我把刀是很鈍的 所以我的手完全不知怎樣可以拿著 是很難才能切下去 真的要買那把刀 好 這些切好之後 我們就先把它放進去 放得很漂亮 然後我們就開始準備這個西山菜 撕幾塊 因為幾塊都已經夠了 這樣就洗乾淨它 再攪一攪乾一點水 好 這麼快就20分鐘了 那雞肉又搞定了 那我們就把它拿起來 稍微攤一攤冷它 那等它攤到這麼長時間 你可以碰到它 我們就把它好像手撕一樣 撕開一條條雞 那就不用完全撕散了 好了 那些材料就準備好了 就可以開始了 然後我們準備好這些材料 就準備一個米紙 然後就拿一個乾淨的毛巾 就蘸一些食用水 然後就抹在米紙上面 就抹濕了米紙 然後就可以放這個菜 每樣材料放一點就夠了 不用那麼多 盡量放在中間的位置 那這個芝麻醬我們大約放1茶匙就夠了 那捲也很簡單的 就是向前包著它 左右包進來 然後捲捲捲捲 這樣就搞定了 好 現在換了我媽媽 對手再跟大家示範一次 那首先是抹了米紙 然後放材料 那這個次序就不要緊的 材料是什麼都不要緊的 其實最重要是自己喜歡吃 那這個菜呢 就盡量不要太大塊 可以搭很多層 但是就不要太長 要不然你包的時候就會有點難包 而且會比較噁心 因為我試過 還有這張米紙就盡量不要太濕 要不然會很難捲 會黏住很容易爛 那可能試一兩張 你就會掌握到哪一種濕度 好 那這個不正宗 但又很健康的米紙捲 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那大家記得呢 你放的時候就不要黏住 不然它的皮就會黏住了 好 那現在剩下的東西 我們可以用保鮮盒 就擠起來了 那現在擠好了 放進冰箱 那最多可以放兩天 硬一點肚子 或者做早餐 就可以拿出來很快 這樣包一塊就可以吃了 那這些菜呢 就可以用一個大一點的放進去 那記得就 最好擺乾一些水 那些菜 讓它乾一點才好放 那呢 其實這樣做得好 你喜歡做這個米卷也可以 或者做沙律也可以 這樣就很方便 是切割一下就麻煩 好了 那這次的時間就是這樣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